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11月19日 中国台湾省T1篮球联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云豹队对阵中信队的比赛 这也是前NBA球员霍华德加盟云豹队的首秀 本场比赛霍华德真的如同化身操冷一样,无所不能 最终在霍华德的带领下,球队从落后21分实现了逆转 比赛到底都积累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跟着手机霍华德的状态有点慢乐 第一节霍华德只得了2分4个篮板4次助攻的数据 而这个表现确实有点让人大跌引进 第一节云豹队以28比40暂时落后中信队12分了 比赛进入第二节 结果霍华德依旧还是没有拿出非常强眼的表现 这也让中信队继续将领先又是扩大了 半场结束中信队以72比51已经领先云豹队21分了 上半场霍华德只得了11分6个篮板5次助攻的数据 当球迷都觉得霍华德真的已经老的时候 结果霍华德在下半场就爆发了 当第四节还剩下9分27秒的时候 霍华德竟然拉出去头3分 结果还增进了 霍华德这期3分帮助云豹队将分叉缩小到则差11分了 当第四节还剩下8分30秒的时候 只见霍华德在外线持球 这次直接改打后卫的节奏 只见霍华德有模有样的指挥着队友 只见霍华德直接单刀直入成功得手 接下来霍华德更是双手爆扣得手直接打停了对手 云豹队也将双方的分叉破均到个位数了 当第四节还剩下6分35秒的时候 只见霍华德外线3分再起得手 这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了 当比赛还剩下3分18秒的时候 霍华德更是以一打式篮下强制得手 第四节在霍华德的带领下 双方的比分不断的破均 第四节还剩下4.5秒的时候 双方战成105比105 中心队准备外线3分去杀死比赛 结果只见霍华德飞升出来 直接送了对手一个大火锅 双方比赛直接拖入加时赛 加时赛在霍华德的带领下 云豹队也打得游乐有余 最终云豹队以120比115逆转战胜了中心队 全场比赛霍华德砍下了38分 25个篮板 9次助攻40次盖帽的总三双数据 从上半场落后21分 再到最后率队实现逆转 霍华德也用自己的精彩表现 去完成了自己的赛季手绣 或许那个超人真的回来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银鱼赛事 有我大手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